晚节新闻 我是依儒 大雨不断结果造成了 南投台21线 新中恒公路 神木村往塔塔家方向 有两到三个地方 发生了落石崩落 这个惊险一瞬间 真的是非常的吓人 交通一度中断 那么原本预计在今天 傍晚会双线抢通 但是因为今天到了下午 山区又下起了大雨 现在这个时间 可能又要往后延 小孩 小孩 小孩玩 民众拼了命的呐喊 就怕前方的小黑狗 发生危险 因为眼前的山壁 整片大量崩塌 时快一个个往下滑 整片土石崩落 几乎用到的 尘土分扬烟雾弥漫 透过空拍机 更可亲属见到 整座山里边颇 整片滑落 涂了一片只剩黄土 大块落石夹杂泥沙 直接倾倒在道路上 完全无法通行 听到声音就怕了 很像会震动 连一声一声 过来就一直连 很大帮的 南投台21线新周恒公路 110到120公里处 沉木村往塔塔家方向 26号下午3点多 突然摊坊 导致交通一度回堵40多分钟 主要因为连日大雨 造成土石含水量高 放弃后热脏冷缩 导致土石松动 摊坊长度大概差不多 不过摊坊路段还不止一处 大块落石全吊在一旁 工程单位沿路摆放 仅是三角锥 土石崩塌路段都得封锁 建制通行 公务段紧急抢修 目前回复单线双向管制通行 原本预计周一傍晚可完全抢通 但山区再度下西域 完工日期可能往后延 就赞入产能的报道